洋葱不用炒也不凉拌了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洋葱特别好吃的做法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先把洋葱切成细丝 用手抖散之后给它放入到盆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碗往里面打入三个鸡蛋 用筷子给它搅散成鸡蛋液 然后浇入到洋葱丝里面 加入适量的食盐 再加点白胡椒粉和生抽调味 加入一勺面粉 然后再加入一勺的玉米淀粉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一直搅拌成这样 没有干面粉和没有干淀粉的西湖状即可 电饼撑郁着之后 刷上一层食用油 然后倒入洋葱 剖平之后再撒上一点黑芝麻 然后盖上盖子再烙三分钟左右 放上一个盘子给它翻个面 接着继续烙 烙熟之后出锅 好了已经烙熟了 我们给它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洋葱这样做特别的简单 有特别的好吃 我家经常这样做 喜欢就试试吧 抖音